Card 戰鬥 嘿大家好 偶爾新好 嘿大家好 我偶爾新好 這場帶來是非常夯的冰精靈一個實戰結束 這場打了12萬的輸出 45%的傷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的一些實戰上的操作 要怎麼樣可以讓你的續航比較久 讓你打出比較高的傷害 那這場我們是有傳統坦克卡比獸 並且還有一個蠻後期的班基拉 前面打野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角色打的是比較慢的 那如果你要拉打 你可以看在拉打的過程當中 天然卻還有可能回頭望 所以前面打野的時候就變得有點畸形了 這個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的打野速度 還有可能對方有人會來反野 注意下下路只有一個吸盤魔偶肉頭 通常會選擇先拿紅BUB 因為假設真的有人入野的話 我覺得有人入野也可以看 下路已經少掉一個人了 很有可能我的藍BUFF會被拿走 我趕快走過來看果然 居然是一隻假賀人蛙 而且他反掉我兩隻野怪 不過我是有紅BUFF的 我不怕他 而且我已經進化一個檔次了 他還在呱呱砲娃 那肯定是要把藍BUFF還我的 欸尤吉拉不要不要不要 OMG 很棒很棒 他把我藍BUFF搶走了 那選擇冰封這一套的冰精靈 最需要的就是藍BUFF了 那對方打野一樣是冰精靈 但他的冰錐比較多 你可以看他身上的冰精有八個 我只有四個而已 那這段期間我只能等待野怪出來 然後趕快用普攻去打 這樣我才能開始疊我的冰精 OK這邊注意到我們的鐵匠還沒跟上 那對方是選擇往後成退 但我這邊也不往前壓了 對方的呱呱砲砲娃看到殘血的吸盤魔偶 我一時興起心癢癢決定過來吃溫泉蛋 那這一邊的話先收掉他們的呱呱砲娃 可是我們隊友的狀態也不好 他們也是往後沉了 所以我就跟著往後拉掉 那下路這一波會戰 雙方都沒有人占到便宜 說實在那我覺得還OK 冰凍之風只要有四個冰精打到對手 就可以降低對手的跑速8% 在10等之後這個冰精 每一個冰精都還可以造成對方 剩餘生命值1.5%的額外傷害 所以在10等之後 我覺得算是冰精靈成型的一個階段 先來到10等 我們的這個冰精傷害 就會有智的飛躍 好現在8分鐘整了 我跟夢幻已經來到連結合場結合 等待其他弟兄的到來 對方的瓜頭砲娃直接衝了出來 為我展示了一波卡布希娜的滋滋 那我覺得對於冰凍之風的一波 如果你打到分身的話 的確是蠻幹的啦 所以也許說不定 他是用智商在玩遊戲 想說我選冰凍之風要用分身術 來讓我這個迷惑 那再來呢 好那冷凍乾燥這個技能 那如果你要打團的話 建議先丟 因為只要丟到人 你的特攻可以增加50% 然後對手呢是可以緩速的 而且他如果待在爆炸範圍內2.5秒 是可以冷凍起來0.6秒的 好我們注意一下卡比獸他的站位喔 我這邊的2技能先丟 已經增加了我的特攻 卡比獸再跳上去一個控場 我的冰錐也直接打到 那夢幻的陽光術也是打到 這邊先收掉對方的太陽衣布 這時候卡布希娜的忍蛙衝了出來 那他已經回到塔內 所以我選擇往後站 而這個束妖呢在前面扛著傷害 你喜歡扛扛是吧 那我就把傷害都給你 這時候忍蛙靠了過來 我馬上先大招丟了起來 那這邊的話我先往後 先收掉冰精靈 因為我們的隊友在後面 所以他們應該是可以收掉 這個刮頭炮蛙的 那最後呢他們是死了3個人 這邊再往前打 那對方的束妖是有控場技能的 那這個控場技能是打到我們兩個人 不過沒關係 我這邊走位一下沒躲掉 但這一波的話是順利的 把他們一波A死 然後可以投掉這個上塔 那在打電柱的這個前面這一波會戰 我覺得打的是相當的棒啊 這個整個呢 李硬外盒前後呼應 那麼高潮啊是一波接一波啊 整個起承轉合是打得非常的棒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一下自己隊友的球術 那整體的人球術其實並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推進去我覺得也沒什麼意義 所以選擇拉掉 那我這邊要趕快呢去拿自己的LUNBUFF 因為我們這個真的是非常需要懶 如果你看到冰精靈打野 拜託千萬不要手癢癢啊 想要去偷走他的LUNBUFF 好那我再講一下 冰凍之風的冰精靈 他的大招其實開起來真的沒什麼作用 頂多就是一個比較大的跳躍 然後跟加跑速而已 所以如果你看到是冰凍之風的冰精靈開大招 就不用像帶冰錐的那樣那麼害怕 因為冰錐的冰精靈開大招的確是蠻猛的 如果你是後排 然後剛好他開大招的時候 他把一箭丟在你身上 那基本上你是會被他直接打死的 但是帶冰凍之風的冰精 就沒有這種威力 那我這邊其實是有點給小啦 但都是套路好不好 都是套路我在套他們 因為他們這樣才會往前打嘛 往前打之後我就可以開一波大招 然後在這裡的自由滑行 這個人他居然又衝到我們家裡面了 太神奇了 Amazing 對方三個人都隔屁了 那麼就剛好可以拿這個鋼柱 那我個人認為呢 只要不是冰柱啊 鋼柱或是岩柱都可以拿 那鋼柱拿掉之後是可以增加雙攻的 就是你的物攻跟特攻都會增加 那時間大概是一分鐘左右 那底下呢你的左下方是會有鋼柱BUFF的提示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提示去判斷說 你現在身上是有沒有BUFF的 但是呢最直觀的 你可以從你自己的身體上 你可以看到我旁邊是有三個紅點點的 這三個紅點點就是 那麼我剛剛講錯啊 鋼柱給的BUFF時間是一分半 所以我們剛剛是5分10秒吃掉 那大概到3分50秒40秒的時候 我們打的會戰都會有BUFF的增加 好看到了太陽精靈丟大招 這時候我想要先抓對方的薄皮 特別是這個走位蠻差勁的忍蛙 我就跟著隊友一起過來 先收掉這個忍蛙之後 再回過頭來 那對方還有一個薄皮是冰精靈 所以我們這邊要打的目標是冰精靈 但我不知道他大招開了沒 還要小心一點 OK他大招這時候開了 卡比丘大招開起來讓對手進不到他的冰層裡面 你可以看他在那邊做一個卡位 而這時候對方不管是誰 血量都剩很少 隨便一個一技能滑出去 普攻都能夠帶掉 這時候康復的太陽精靈靠了過來 沒關係我們這邊先往後拉一點 而這個傻傻的忍蛙又掉入我們布局的陷阱裡了 這時候我的二技能雖然丟歪 不過帶舊補沒關係 靠著我身上8個冰精 直接收掉太陽衣布 那當然二技能要打到對手 你的特攻才會增加 所以盡量還是要打準一點 那其實這一波團戰對我們來講 本來就比較有利 因為我們剛剛是先吃掉了剛柱 可以看剛柱的Buff還在 現在是3分50秒 大概到3分40秒的時候 這個Buff就會消失 這一波會戰我決定 既分生死也分高下 我把他們的二塔給拆了 大招開起來 注意一下我其實一直站在會戰的最邊邊 那我也不盡量一定要走到我的冰層裡面 沒有強迫症沒關係 我們主要就是靠著一技能走位 可以看我們一技能丟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是在打團的時候都是橫向走位 但如果我們是要追擊的話 當然就是縱向走位 就是直接直直的走到他那邊就OK了 那很可惜我身上50顆球沒投進去 不過沒關係 這時候我們把握時間抓住機會 讓夢想不再溜走 讓對方的野怪浸到我的口袋 OK這邊的話把對方的野區大Buff都反了一下之後 心滿意足的離開了 那其實這個會戰我們打的都蠻舒服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可以看我們的陣容 我們的陣容有一個班基拉 那他算是一個中前排的角色 那主要還有卡比獸一個前排角色 可以有效的去卡開位置 那夢幻在旁邊就是補刀 那還有一個也是中前排的吸盤魔王 所以讓我在會戰當中可以不停的橫向走位 那並且打出傷害來 那這也是陣容的原因 不要說蝦雞八毛五個 法師也想要打出這樣的陣容效果 其實很難啦 那我們剛剛拿到的是炎柱 炎柱給的是雙防 雙防的Buff 那我個人認為 這兩個都不錯啦 其實只要不要是冰柱就好啦 因為畢竟一個多防守嘛 一個是多攻擊 那我這邊現在已經隱隱美帶子了 所以我就選擇趕快把野怪清一清 那只要超過10等的冰精靈 基本上吃野速度都非常的快 我剛剛吃掉炎柱的時間是2分50秒 所以到1分20秒之前 我們都會有雙防的Buff 這邊忍蛙迫不及待丟了一個大招 我進到塔內回點血量 踩點護盾 然後太陽精靈也是到我們塔前來打 到我們塔前來打 其實是非常傻的一個行為 雖然說我們的隊友遠在天邊 這邊只有三個人 不過還是順利的快速收掉一個 一步 那對方的大招我要數一下 好 看到吸盤魔偶丟大招 等他這個大招丟完之後 我們再往前貼近 你可以看我走在牆的邊邊 是不是讓他沒有辦法直接打到我 這邊2技能打到束腰之後 再往前現在的技能傷害是有50%的加成 OK 這邊再往前打 剩一個忍蛙 我就直接追上去了 沒問題 忍蛙收一箭直接丟歪 那這邊剩下吸盤魔偶 已經來了一個吹八Q 這邊冰精再打到緩速 直接搭配我們隊友夢幻收掉 那對方的太陽精是跳了下來 現在只有一個太陽精在這裡 那就表示隊友在那邊吃烈空座是OK的 那這時候他們人都差不多復活了 那烈空座血量剩下一點點過來補刀 成功拿掉 那這一場基本上打到這邊是沒什麼懸念 那烈空座給的護盾再講一下 就是你本身血量的百分比 那你是坦克你的護盾當然就會比較多 那我們是後排所以護盾就會比較少 那這一波的話還是選擇繼續再往前打架 那順便刷個傷害 沒錯傷害刷的高的秘訣就在於洗溫泉 OK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有護盾的情況下 你投球速度是會快百分之五十 快百分之五十的 大概就是兩倍了 兩倍速去投球 那今天這一部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還想看玩什麼角色可以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